哈喽朋友们我来了 今天你哈哈大笑了吗 我是挺开心的 因为我今天体重是123.2 你们看我封面是不是也变了 很快乐再不改感觉没机会了 希望这次不要再回去了 早晨运动搞了一下周节周三课程表的10分钟hit 主要是起晚了有点赶时间 这个10分钟很适合早晨的快速运动 全程没有重复 休息的时间都换成了原地跑或者跳 整体做完心率是没怎么下来过 起码我是这样 很适合上班族或者学生党 早起赶时间做10分钟非常快速 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平均的全身燃脂 也会有下蹲 在你刚刚感觉累的时候就要结束了 所以很适合 做完也特别有精神 还是想夸一句空腹有氧YYDS 对于学习的我来说 做完这一天状态都比较兴奋 就是到晚上任务完成的时候 可能会发现 我这一天怎么干了这么多事情 一下泄气就好累啊 不过呢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睡个好觉了 这充实的一天就又结束了 早餐呢 用草莓牛奶 充了一杯草莓拿铁 我一直以为海河的牛奶会是粉色的 结果倒出来这个样子 我不说谁能知道它是草莓牛奶呢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瑞幸之前 在圣诞节上过的草莓拿铁 去年我喝了很久 后来下架了就一直没喝过 想着自己复刻一个简易版 样子失败了 味道吧 还可以 可是海河这个奶味道有点过于大了 以至于我没怎么喝出来咖啡的味道 早晨的主食是老蒋做的馅饼 我们家的优良传统好像有复刻这一块 就是网上看见啥想吃的就会自己动手去复刻 至于味道应该都是按照自己喜好在修改的 我最近刷各种软件铺天盖地都是考试延期的消息 现在是不是就差一个考研了 但是在这样敏感的时期 我们解疯了 和我一起线上自义室的闺蜜也回归到了她的线下自义室 不过吧 学习这个东西也真的是靠自觉 记得她和我说过她们自义室的小伙伴 考什么的都有24小时自己是卷到明明家就在附近 也硬要去那边住宿舍 力争第一个开灯和最后一个关灯的人 你们说和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 怎么可能不认真呢 其实吧 我们不知道的地方有很多人都在默默的努力着 为的也就是自己的那个小目标 在未来当你回头看看这段努力 你会发现自己也是问心无愧的 至少我们付出了当下的全部努力 所以朋友们在延期的日子里不要迷茫 努力给自己机会让自己的可能变得更大 吃完饭碰到志愿者给发抗原 出门拿起来好像是有点不对劲 我甚至在想难道抗原变了 一个鼻子捅一个 最后发现原来是志愿者给发错了 后来他们又跑了一趟给换了 这个特殊时期也真的辛苦志愿者们 今天课间休息的音乐好像是Jackson的歌吧 具体我也不知道听着嗓音像是 这个课的老师估计是也在追喊全方的第二首歌 就是我今天的背景音乐 中午熟悉的蒸饺出现了 还有一桶糊糊 今天的蒸饺也是白菜肉的 但可能肉比较少吃起来更像是纯白菜馅的 吃到肚子里有点像没有吃 不过在我准备吃第五个的时候 强制要求自己离场了 虽然说里面都是菜 但毕竟面的成分也不少 下午老蒋在给自己的菜放种子 我家就这样的小框有好几个 都是老蒋给自己种的菜 这好像已然成了他的副业 那我呢就是换上衣服出门啦 太久没有见过外面的世界 即使天气预报是零下七度 我也选择了出门 臭美了半天 给自己捂得极其言是就出去了 但是吧 我还是高估了我自己 这零下的天气真不是普通人可以待住的 我大概也就是从单元走到停车场的距离 已经不想再下车了 出去外面拍了几张照片 就冲进了超市 其实也没啥想买的 就是想单纯的找个室内暖和暖和 最近被菲雷罗疯狂杀屏 我呢也就是一不小心的拥有了 他们这次主打好像是40年才上新品 反正我有了就不去羡慕别人了 但由于我中午吃的少 下午饿的早 我晚上又开始吃饭了 今天一天的主食凑成了我的晚餐 大概吃了半个馅饼和一个蒸饺 吃完乖乖的把康圆也做了 过程就不给大家看了 多少有些不适 哦 对了 还有个突发的事情想和大家商量一下 因为昨天的突发事件 咱们手机上也是灰了很多 各种娱乐平台呢也当然是需要有所限制 预计会持续一段时间 所以明天的直播就要说一下会延后 毕竟敏感时期和大家说个抱歉 一起期待一下下次的见面吧 最后给你们欣赏一个幼儿园学生 那今天差不多就到这儿了 咱们明天见吧 拜拜